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在最新一集YouKids结尾时播放的Kujunio出演片段的预告片 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极大关注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在预告片中公开的片段 电影般的爱情故事,歌手Kujunio Kujunio这20多年都珍惜着那个电话号码 喜源这20年也没有换电话号码 这真的是命运 因为很想打电话,所以就找了借口 而因为疫情无法去台湾看他 但是听说结婚的话我就可以去 所以我先向他开口了 听说求婚也是用视讯的方式 我就做了这样的 哥,真的变了好多 啊,Kujunio看起来很幸福 一来韩国就见了妄想网语节色 看他那个真笑容,被打的样子也好可爱 下周收视力要爆发了 拜托许希元也上韩国节目吧 电台赶紧工作 下周三,韩国时间下午8点40分 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里斯拉平成员们的深度讨论 最近里斯拉平成员们的讨论 有关皮股是一个还是两个的话题 腾股是两个的话题 肩上握了一人 因为 左上股和右上股 左上股 右上股 左上股 右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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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是一个重量 所以就是三个重量 所以是三个重量 如果我们的重量是中间的重量 也是中间的重量 湾浮 q铷 我们当我们的重量摆的时候 你什么重量穿 讲这个重量 ird视你重量穿 一个重量穿 这个重量穿 对于我任何重量穿 那么这些重量穿 就是一个重量不 основ 就不是这样 就不是这样 好像一样 肌肉肌肉肌肌 太可笑了肌肌肌 跳过芭蕾的人这么说 感觉很有说服力 小银花说的 屁股没有理由就是一个更好笑 所以屁股到底是几个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傻眼的乔公骨 在捧摊成员们宣布 战事听着团体活动之后 很多奇怪的媒体剪掉前后内容 只拿字眼来带风向 将成员们的想法扭曲成别的意思 什么中断活动 厌倦 一点都不快乐 其实就是解散 因为奇怪的妄想猜测实在太多 昨天晚上 从头打开的直播 解释了这件事情 我睡觉了 今天我们把 弹调生长的活动中断 弹调 弹调 然后就什么 乱闹出了 这个就把这些活动 抓住了 所以我开了 首先我们 我们 还在 弹调生长的活动中断 我们不可能在弹调生长的活动中断 弹调生长的活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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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句话 我们 弹调生长的活动中断 我们不可能在弹调生活中断 我们在弹调生长的活动中断 我们不可能在弹调生长的活动中断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穿的确实是太主流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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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